12月8日,有国内极限挑战第一人,目标是无任何保护挑战全世界高楼大厦的吴永宁被证实在一个月前坠楼身亡。 其女友及其朋友分别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证实了这一消息。 该朋友称,原本我是将此消息永远烂在心底不愿提及, 但近期频繁发现有无耻之徒打着他命好欺骗粉丝,令人气愤。 该朋友还表示,坠楼前监控显示吴永宁在做挑战动作时存在身体不适的情况。 他多次劝阻吴永宁未果,最后吴永宁不幸发生意外坠楼身亡。 吴永宁在微博和直播平台上逆称叫《极限永宁》。 因发布多则在高楼边缘翻跟头,玩子拍的视频而出名。 被称为国内极限挑战第一人。 生前目标是无任何保护措施挑战全世界高楼大厦。